中午2点半左右 又下雪了中雨 公交车站 我们走一下6条 7条 好久没走到下面 这路也是单行线 比较窄 这住了很多我们华人 以前我在这有个办公室 这新建的房子吗 只走出去的姜思 姜思梦 这就是卖菜市场的 零食这种它比较便宜 零食摊位这种 但是其实已经是长期存在的一个 我们叫鬼街吗 还是叫什么 各种水果蔬菜都有 这是二桥 二桥这个路 以前的路面很不好 现在好多了 都是柏油路了 路状 面面有色的路状 左边是加气的地方 很多车排队加气 对面公交车也是 还说不让停摩托车 到时候抓 实际情况跟我控制不住 然后仰光尽焦了 你看全是摩托车 因为它出行 摩托车在这边工业区也不方便 所以 也是说说 也没人去执行 也没法执行 手机一条街 这条街都是卖手机的为主 所以我拍一个角度给大家看 5点半左右 都是路边那等车 到了一辆 人流跟以前比差远了 0033 有点小样 炸车 这是FMI蓝大尔的一桥 这个斧桥吧 我们应该叫 我给你